这是一只调皮的黑胖子 他点了点金毛 金毛就变成了黑狗 他又点了一个路人 路人的衣服就变成了黑色 这是一只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黑色的黑胖子 他来到窗前 看到一叠书 调皮地将手伸了进去 黑胖子很满意 随后他来到桌前 连点了三下 将牛奶和橙汁都变成了咖啡 看到屋外有辆轿车 他调皮地一锤 轿车也变成了黑色 接着他又瞄准了自行车 做完这些后 黑胖子伸手一抹 又把孩子的白鞋变成了黑鞋 但他仍不满足 来到城市上空 左边点一下 右边点一下 把整座城市都变成了黑夜 就在这时 又出现了一只白胖子 他先来到窗前 把被黑胖子变黑的书变回原样 接着把灯点亮 然后来到城市上空 和黑胖子较劲起来 他把黑夜变成白天 黑胖子再把白天变成黑夜 所以最后他们谁能赢呢 男孩不小心踩到女人的包包 女人立马露出嫌弃的表情 这时 一个流浪汉吹着音乐走进车厢 然后拿出瓶子 向其他乘客骑腾 而其他人对此事不见 列车也在这时到站 人们聚集在门口 然而这时门却坏了 无论怎么暗都打不开 慌乱中女人的橘子掉在地上 流浪汉扑上去捡 一旁的乘客 见状拿起手机拍摄 流浪汉想要老人手里的考 然后 把烤机扔进了垃圾桶里 另一边的乘客 还在用力地想打开门 这时 女人去拉警报器 结果把警报器拉坏了 其他乘客顺着 车厢里乱着一旁 有人用力踹着车厢门 有人用头撞击锅里 结果失血过多 倒在了男孩身上 围观群众冷漠地看着 男人又再一次拿出手机拍摄 突然灯光熄灭 乘客们瞬间露出真面目 他们扭打在一起 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 小男孩害怕地躲到了车座等下 过了许久 列车终于停下 然而 只有小男孩活了下来 这只小猪太可怜了 他正在被做成猪排 不久之后 他的脑袋也保不住了 为了自救 他用力倒下 从桌上滚到地上 厨师听到动静 回头一看 什么都没发现后 又开始剁猪肉 原来他是个睁眼瞎 小猪松了一口气 他想要逃出去 但他没有身体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只鸡爪 他把鸡爪装在头上 奋力狂奔 不敢回头 来到了门外 门外是一个冷藏室 冷藏室里都是新鲜的肉 有新鲜的猪肉牛肉 以及猪肉 小猪很害怕 他后退几步 就在这时 门突然关上了 小猪皱了皱眉 忽然有了个想法 他用鲜肉 做了个新身体 厨师打开门 就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 他害怕地拿起一旁的菜刀 却被小猪夺了过去 小猪把菜刀装在鸡头上 等厨师再次醒来 他发现 他变成了猪牌 而小猪 则用上了他的躯干 小猪变成了怪物 离开了这栋房子 ha 小猪猪